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gBang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個題目 就是DSE2023年的PayPal1第13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Define的GX就是這個 X的3次 加5X2次 再減12X 再減1 Define的HX等於3X的4次 再加AX的3次 再減16X的2次 再加BX 再加C Ware說明就是A B and C are constant 這句說話重要 先開啟英文 When H is divided by GX Cosent and the remainder are equals 中文的同學就看這句話 當HX是隨意GX的時候 那個雙色與余色是相等的 他就問我們 OK 再擊破 先看A part 就是Find the Cosent When H is divided by GX 好 事不宜遲 拿單字出來再說 由於時間關係 科技都好先進 按按鈕 整條題目出來了 大家不用客氣 真心可以看著做 省點時間 非常方便 不要急 慢慢來 我叫這張單案子做Page 1 即是說 意味著一張單案子 肯定不夠做這條題目 如果我不夠單案子 我開張Page 2 如此類推進去 好 那就來了 首先A part 我在這裡做 你不要急 慢慢來觀察一下 現在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HX 用GX 去除它 HX 是四次方的波爾朗苗多項色 而GX 是一個X 三次方的波爾朗苗多項色 如果你想想它兩個相除 除完出來之後 可否應該是一個X 三次方的波爾朗苗多項色 所以我會先把他的樣子 想一下中文的同學等我 我會先把他的樣子 就是叫PX 再加Q OK 就 Be the required Coson 就 where 這個P and Q 你一定會問我 P和Q是甚麼 現在告訴你 就是R constant 中文的同學 就是切個PX加Q 就是為所需的雙式 OK 而P和Q均為常數 OK 留意黃色那句說話 就是它有啟動過甚麼 如果它把HX 用GX 去除它的時候 那個Coson 即是雙式 和那個Reminder 是一樣的 押了SAM 可以嗎 所以其實這個計算是Coson 又是Reminder 可以嗎 而事實際上 根據很明顯地 我先寫了 明顯地 根據Division Algorithm Division Algorithm 告訴我們甚麼 就是中文叫做除法算式 可以嗎 在我錄士那裡 Chapter 5 Chapter 6 OK 除法算式 Division Algorithm 發生甚麼事呢 就是被人除那個 就是HX 就會等於 除法算式 告訴我們 就是 把被人除那個 就 或者我寫 Bidivision Algorithm Bidivision Algorithm Bidivision Algorithm 就再成長那個 就是GX 再加回Reminder 而事實上 這裡也說了 給我們聽 Reminder 和Coson 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就加回 Reminder Reminder也是Px加Q 為甚麼我這裡寫了 Reminder是Px加Q 給你一個 就是黃色highlight的句話 所以我寫了下去 慢慢來 不要急 HX是甚麼 就是這個 就是個3 X的4次 再加 AX3次 再減16個 X2次 再加BX加C 好了 這個東西 我稍後不停無限抄寫 所以我都冷豬豬 Copy and Paste 先說 稍後不停無限抄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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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科技有先進 OK 好 好 當然要按照抄寫 就是Px加Q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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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Px加Q 好 再成為GX GX在這裡也有 我們就按照抄寫 就是X的3次 2次 2次 再加5X的2次 再減12個X 再減1 好 再加一個黃色的部分 就是Px加Q 而事實上 左邊我繼續無限抄寫 按照抄寫 而右邊 我繼續去的情況 第一下 我會發現 加好的左右兩邊 都有Px加Q Px加Q 所以我們就抽起它 提取公斤式 抽CF 方便些 計算好 而裏面 剩下的東西 寫的固寫 裏面 就是膠的左邊 剩下這個 整個小固寫 我先開 就是X3次 加5X的2次 再減12X 再減1 好了 關掉 再加 好了 加什麼呢 就加後面這裡 整個Px加Q 就抽了出去 剩下一個1 所以這裡就加1 OK 左邊 我們繼續都是這個 所以 就是3X的4次 我按照Copy and Paste 而右邊 慢慢整理它 就是Px加Q 這裡也是照抄寫 而裏面這裡 如無意外 就減1 再加1 即是剩下的 就是X3次 再加5X2次 再減12X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好了 來到這裡 我們不如就 坐紅乘法 即是六個箭咀 我用這支紅色筆 我用這支紅色筆 這是什麼來的呢 首先 不如我先用這支 綠色筆 頭三個箭咀 應該就是 第一 第二 第三 就把Px 乘到旁邊的三個箭咀 然後 第四 第五 第六個箭咀 不如我用這支紅色筆 第四個箭咀 分別就是這個 這個 和這個 把Q 把Q 乘到旁邊 所以 我寫得好一點 左邊 繼續是3 X 嘟嘟嘟嘟嘟嘟嘟 就是 3X 4次 嘟嘟嘟嘟嘟 就是這支 而右手邊 就是等於 慢慢測 這裡第一個 綠色箭咀 就是出Px 3次 然後 第二個 綠色箭咀 正正得正 就是 5Px 2次 好了 第三個 綠色箭咀 就是 正負得負 就是 負12個 Px 2次 等等 3 啊 錯錯錯錯 無端端 為何會有3次的 傻珠珠 好 看清楚再寫多一次 第一個箭咀 應該出Px 4次 就是 過一萬 OK 第二個箭咀 就是出Px 5Px 3次 好了 複雜 第三個箭咀 就是-12Px 2次 好了 然後第四個箭咀 就是紅色的 就是出Qx 3次 好 然後第五個箭咀 就是紅色這個 就是扔過去 就是 加5 q x 2次 最後 正負得負 就是 12q x 好了 我們先整理一下資料 不要太心急 左邊 我們這次手寫 就是3x 4次 就再加 ax 3次 整理一下 就不需要減 正負得負 寫加 -16 好嗎 就是x 2次 好了 就再加bx 再加c 2次 而右手邊 這裡 照抄就是px 4次 再加5 px 3次 我不需要減 正負得負 所以加 裏面就是-12P 就是x 2次 好了 就再加 好 或者我先留住這裡 都可以 好了 再 這邊也有些東西可以修理 對不起 先退下來,不要浪費 好了 先拆掉 好,左邊不修理 對不起 左邊我繼續用這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是將這個 繼續抄下去 OK,可以嗎? 好了,右手邊 這裡 好了 我們先弄一下 px 4次 因為我原來忘記抽common factor x3次,x3次 5px3次 然後這個 qx3次 不如我們先抽起它 就是加 好了 先抽好再慢慢做 我忘記抽好它 好了 就是5p x2次 再加q x3次 好了 然後這裡有x2次 有x2次 所以抽起的x2次 剩下就是 加 5q-12x2次 好了,最後剩下就是這個 就是x的terms 就是 就是 x2次 x2次 這次才做得更好 現在 左手邊 這裡 我只不過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做過 就是 這裡照抄 然後 加16 我寫作正負得負 就是 加-16 刻意突顯這個庫爾菲述 OK 可以嗎? 加bx 照抄 再加c 這邊 我們又弄好一點 這裡就是 px的4次 再加5p加q x的3次 好了 就再加 照抄 就是 5q-12x的2次 好了,這裡 減12qx 我不夠位 寫在下面 我會怎麼寫呢? 我會寫成為 加 就是 就是 -12qx 最後沒有關鍵 沒有關鍵就是0 當然,題目沒有問我們 c位是甚麼 你也會看到 其實c位對回關鍵就是0 為什麼我們可以對到位 當然就是 我退高一點 就是 by comparing the coefficient 可以嗎? 或者不用那麼大條題目 所以我們退高一點 就是 by comparing the coefficient 寫錯了 by comparing the coefficient 中文和我等我一會兒 就是 on both sides 中文就是 比較兩邊系數 和兩項系數 可以嗎? 那是甚麼意思呢? 我們都很明顯 第一件事 不如我拿一支 藍色highlight 我會發現 x四次方前面的系數 就是3 而右手邊的 x四次方前面的系數 對回位 就是p 所以 簡直說 也不難發現p 其實是3 可以嗎? 所以 藍色部分 我們就看到p 是3 好 而事實上 q 呢 我們看一看 我們會對哪個位 用綠色highlight 好嗎? 這次的q 我會對x二次前面的系數 看見到這個嗎? 或者是highlight好一點 x二次前面的系數 就是-16 在左邊 而在等好的右邊 x二次前面的系數 就是這個 就是5Q-10 5Q就再減 看看 x二次 已經抽漏了些東西 5Q 哦 是呀 不好意思 這裡應該是5Q-10 不是5Q-12 因為 x二次是5Q x二次 以及-12p x二次 所以這裡漏了個p 不好意思 我先拆掉它 對 -12p 就是x二次 對 所以在這裡 我應該漏了一點 不好意思 差點出事 所以 反面教材 小心點做 否則 等一會 整條就錯了 有段時間再檢查 差點出事 所以證明是我現場即場做的 幸好我看到 所以在這裡 我們不難發現 對上綠色部分 就是x二次前面的系數 就是5Q-12p 所以在這裡 換句話來說 就是-16 就會等於5Q-12p p就是剛剛在藍色部分 計算過 就是3 OK 這個完完全全就是 綠色部分 做出來的 就是比較兩邊 綠色部分的 coefficient 所以在這裡 我們再看看 負16 照抄 就會等於5Q 好了 負 照寫 1224 36 12乘3就是36 把減36 調過去變成 加36 所以 36-16 就是20 就會等於5Q 所以其實我們約一約 即是換句話來說 左右兩邊約一約的情況下 這裡就變成1 這裡變成4 所以我們... 寫好一點點 對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 夠不夠位呢? 對 拋高一點點 好了 試圖 左右兩邊倒轉寫 即是說 Q就會等於4 簡單來說 我們有P是3 Q是4 不要忘記我們想找什麼 這條A部分的題目 我們是想找一個 Coson Coson是叫做 px加q 剛才我們很厲害了 P是3 Q是4 那就找到 所以 我們回到他們 就是... 我聽高一點點 就是 the required cos 就是... 就是... 3x加4 整件事搞定 OK 可以不可以? 這個就是A part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進去B part 等下開張新的答案子 叫Page2做B part B part 在這裡 他問我們什麼呢? 他就叫我們... 就是... how many rational roots 就是... does the equation hx等於0 叫我們 explain your answer 好 事不宜遲 拿張單案子出來 這個叫Page2 這條題目一樣 留在這裡等大家 B part 我們在這裡做 老老實實 你叫我們找的 就是... 你說... hx等於0 這條 equation 那些route 有多少個 rational root 有利的route 什麼叫做有利 什麼叫做無利 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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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的意思就是 一些類似 實數 整數 總之就是數字 簡單來說 什麼叫做無利 rational 就是有些開方根的東西 就是rational 所以其實... 我們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找一找 hx等於0 那些route 是什麼 由於你跟我說 這條題目說 hx等於0 好了 所以... 我們觀察一下 什麼叫hx 揭回前面Page1 這一頁 記不記得 我們曾經在這裡做角 我給你一個highlight 好嗎 橙色部分 留意一下 現在 橙色部分 即我要highlight的就是...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看到嗎 這個就是hx 記不記得 而這個hx 是等於這一塊東西 而這一塊東西 其實... 我們就可以照抄它 不如說真的 我叫這個做星星 好嗎 我先給它一個名字 橙色部分 我叫它做星星 其實可以抽個px加q 出來的 寫成為px加q 再乘x3次 加5x2次 減12x 而事實上 px加q的p和q 在這裡計算了 就是3和4 所以這個應該是3x加4 所以我照抄了 橙色部分 就是3x加4 好了 就再乘回 後面就是x的3次 也是照抄 剛剛的橙色部分 就再加5x的2次 再減12x 就等於0 這個圓圓傳載 これは我用橙色部分 寫出來的 就是說如果 Ray 如果有這樣的事情 努力表達 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by 星星 我叫它作成星星 之後再來 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寫的話 大家留意一下 這塊東西 這塊是x3次 這個是x2次 和這個是x 所以我自己就會翻譯 這個連 arqu scientists 換句 temples amin 然後3x加4 我便會照寫 後面抽取了x 剩下的就是x的二次 再加5x 再減12 等於0 來到這裡試圖想按機 A位是1 B位是5 C位是-12 如果我和你一起按一下 我的計測機 F1 A位是1 B位是5 C位是-12 你計算出來是1.77多 1.772001873 還有-6.772001873 這兩個路線都不漂亮 這兩個路線都會預知這兩個路線是二Rational路線 所以不要加太多 我們不如這樣分開它寫 如何估計 即是現在我們會知道三個東西乘了等於0 那就隨便一個是0 可能是x等於0 or3x加4 等於0 or就是第三個東西 就是x2次再加5x 就再減12 就是等於0 但以事實上 這裡不能動的 即是x等於0 or 這個東西都不能動的 即是把加4調到裡面減4 乘3調到裡面除3 即是x等於x x等於0 3 0 or 4 0 這個東西 其實這兩個路線都是Rational root 現在你擺明不明白是2Rational root 不過你要把它做好 你出到一些开方针的东西,别人才收货 你要考试,你要换分数 我们最简单就是用二次方程求根公式 就是cordetic formula 可以展示给别人看,这是irrational root 所以根据二次方程求根公式 就是cordetic formula 就是x等于-b加-开方针b2次-4s over 2a 所以所谓的-b就是5 所以这里我会这样写,就是-b加- 开方针先写,里面就是b2次 就是5的2次 再减4a,a就是1 cc就是-12 开方针 就over2a,2a就是2a就是1 所以简单说,x等于0 这是第一个rational root 是有理的 root 这个,x等于-4 over 3 这个是第二个 root 这个 root是rational 也是有理的,OK? 而第三和第四个 root 就是这两个,x等于-5 就是-5 加-减 里面就是开方针b2 里面按机,你不难发现 整个东西按出来是73,OK? 就over2 即是说,总共有四个root 而头两个呢,这两个是有理的rational 而这两个呢,就是二rational 无理的,OK? 可以吗? 所以其实,别人正在问我们 究竟有多少个rational root 所以我们回答大家 中文同学等会 英文同学先 就是hands the equation hx等于0 就是hands 多少个有理的rational root 就是2rational root 中文同学 所以方程hx等于0 就是有两个有理的rational root OK?可以吗?终于搞定 好了,那就查查看大家 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好,那这个就是这条的详细问题 OK? A part B part的详细问题 好了,至于后面 Page 1 这个就是A part的详细答案 我试图一张纸给大家看 不过就会细了一点 OK? 这个就是Page 1的详细答案 A part 好了,至于后面 就是去到Page 2 就是B part的详细答案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今天到这里了 OK? 好,那就多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话 我们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